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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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Mike 上次跟大家介紹我一個新挂牌listing 那個叫Luma 那次有一個兩房非常美景的單位 80多萬賣了,10天內就已經賣了 現在這次再介紹一個筍盤給大家 因為這是一個上車盤 喊價都是49萬9 同時間也是另一個名發展商的名字叫BOSA 大家就以宿能場 這次這房子的名字叫做Arcadia 地址就是7178 Collier Street 位置就是在Highgate Burnaby這一帶 其實跟上次一樣都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說開車去到Metrotown大約10分鐘之內 而去到最近的Sky Train Station Edmond Sky Train Station 走路15分鐘,開車只需要4分鐘就可以去到 那我們現在馬上飛進去看樓了 Let's go 這房子就是2005年起的 18年樓0 這房子總共樓高有29層的 裡面總共有183戶單位 我們今天看的就是在8樓一個向南的一房單位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看樓了 哇,你看看一個向南單位多光亮 再加上這個單位是非常之大 一房單位來說634呎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廳非常之闊 還有一件事現在的新單位是很少見的 就是有一個非常闊落的dining area 基本上這裡放一張四至六人餐桌都是沒問題 而這一邊就可以放一個梳化 放一部電視在這邊也是OK的 那我們先看看廚房 這裡的countertop是用Granite 大理石的,非常之滑稠,很穩固 旁邊也有一個不鏽鋼雙洗碗盤 那我們現在看看後面的雪櫃 看到這個雪櫃就知道它是原裝的 是Fridgerdell用回來 但看到它是保持得不錯的 而去到我們cooktop這個位置 看到也是用明火煮食 四個爐頭的也是用Fridgerdell牌子 看到它也是原裝的 下面有一個oven 上面也有一個microwave 還有就是內置自己的houd fan 好,跟大家打開櫃看看 屋主已經搬走了 所以全部都清空了 可以看到裡面的間隔 然後下面也有一些位置放東西 裡面也挺深的 可以放一些大一點的煲煲餐餐 如果不夠位置放東西的話 旁邊也會有一個closet的空間 當然也可以做一個衣櫃 下面可以做一個鞋櫃 或者做一個pantry 當然啦 即使你覺得 都好像不夠 它還送多一個locker 這個單位還有一個非常之特別之處 就是什麼呢 它雖然是一房單位 但包了兩個車位 是兩個 沒有聽錯 現在的新單位 就算是兩房單位 都是一個車位 所以 手快有 手慢沒有 現在繼續看樓 好 那這個客廳和飯廳 真的非常之大 寬的話 就11尺 如果說全長 就是21尺 所以 如果你自己去比較一下 就會看到 這個一房單位 它的尺寸 的確是大的 跟著 跟大家看看 這裡就有一個fireplace 在這裡 而在這邊 就會有一個露台 其實現在拍片的時候 都是已經exposure 非常之高 因為那個光線真的採光太好 現在我們就去外面這個向南的露台 看看 出來露台 都覺得是非常之寧靜 因為大馬路 都是相隔有一段距離 而這裡也都非常之方便 因為出去吃東西 其實都是很近的 說著走兩個block 就可以去到 看到這個景 下面就是一個很大的草地 下面也有些walkway 也是在我們這個block 裡面的小區的範圍裡面 那平時吃完飯 就可以下去散步 看得出去 感覺上都是非常之開揚 那當然你不可以說 完全是一望無際的了 對面都有樓 但至少你都看得非常之遠 如果我們看去那邊 東南位其實 都見到很多的樹木 還有遠處 都可以見到雪山景 那現在我進去看看這個主人房 Master Bedroom先 這個Master Bedroom可以說是massive 12尺乘20尺 可以放到一張king size床 在這裡是滑滑有餘的 那其實我可以這麼說 這一間一房單位的primary bedroom 是大過很多 現在很多新樓的townhouse 甚至是detached home 那所以呢 真的值得來看看 再追加一件事 就是我很喜歡的主人房 是可以直接通到露台上的 那所以想像一下 一早起床 看一看這個向南的景色 都是很開揚 很舒服 心亢神異的 去到corsair了 corsair也會有兩邊的 這裡是第一邊 都很深 接近兩尺左右 而第二邊 可以說是一邊heath一邊heath 都是一樣size 不是啊這個大一點 這個闊一點點 這個位置 其實都很夠用的了 擺衣服 而同時間這裡也有一個cheater en suite 在這裡 即是說 這邊是可以自己通回的洗手間 洗手間 在另一邊也有一對門 通回出去 廳那邊的 這個洗手間也夠大的 下面也會有一些儲物的空間給大家 這裏還會有兩個drawer 在這裡 沒有東西的 而那邊呢 就會是一個浴缸來的 洗手間走出來 旁邊呢 就是洗衣乾衣機的位置 而它這一套的laundry 是之後換過的 大約是說幾年前左右 所以呢 頗為新的 用的牌子是GE General Electric 那剛剛和大家呢 就在這個單位裡走了一圈 而這個listing呢 就將會 是在看片的時候 大概過兩天左右 就會上盤的了 價錢呢 就是49萬9 喊價 那說真的 這個單位 這個價錢呢 性價比 非常之高 那其實我 Mike呢 很久都沒有和大家 update一下 市場的數據 那其實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大約是說 今年年頭的1月 至到現在3月的時候 大溫地區整體 HPI 標準價格 公寓市場來看 是升了2.9% 即是接近3% 那其實看回在現在這個區域 Metrotown 和Highgate裡面 大約差不多年齡的一房單位 數量 Inventory 貨量都是非常之少 只有1間 9人牌 我們再上一本就會有2間 當然到時會不會過一間賣了 沒有人知道 那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過往這幾個月裡面 在Highgate 和Metrotown區裡面 和這個單位 差不多扭零 差不多 SPEC的一些成交數據來看 但它說的 平均尺價 是870元左右一尺 同時間它們掛牌時間 都是短過2個星期 就賣出的了 所以在我們的單位 SPEC的99 說的尺價 是780元 而我們將會 就是會掛牌 所以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 立即約我來看樓 我的Information 在上面 QR Code 和電話都在 鎖一掃 或者打一打電話 就可以和Mike 直接對話 直接溝通 看到下面這麼漂亮 我們都想下去走一轉 帶大家看看設施 以及看看室外的公園 現在立即出發了 那大家可能會想問 究竟管理費多少錢呢 就是259.66元 那包含什麼呢 當然就是 明火煮食的天然氣 還有熱水 加上它的鏟雪圓藝 以及管理等等 還有設施的 那設施包含什麼呢 設施就是會有一個健身 以及會有一個見面 在裡面的 當然就是我們後面 一個叫做 非常之大的後院 有一些散步的路徑 以及一個非常之大的草地 給大家 可以走狗 或者散步 做派遇 等等的 那今集的內容 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 Like 我們的Video Subscri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有什麼問題 留言 歡迎留言留言 或者WhatsApp WeChat我 加上Facebook page 我所有的資訊 大家可以收到 以及分享給有水如看的家人 或者朋友看 那麼下一集再見 拜拜 嗯 嗯